喂 美女啊 在家干什么呢 我请你喝咖啡好不好 为什么要请我去喝咖啡啊 一个人在家里多寂寞 让我来陪陪你不是蛮好的吗 你记住啊 你出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别人看见 千万别跟别人说 怎么了 那么神秘 还真不让我跟别人说 就我们两个人这样才浪漫吧 玩浪漫 你记住 一定要换一身漂亮的衣服 听到没有 行行行 我还要换一套漂亮的衣服 是吧 嗯 这才有情调嘛 你记着啊 出门以后 又拐第四家咖啡馆 好嘞 待会儿见 喝咖啡 险进的男人真不靠谱 这得亏今天是让我看见了 我要看不见 还指不定跟谁约呢 今天我要抓个现行 回去之后 看我真不死 爸妈 你们怎么在这儿呢 盈盈 你在给谁打电话呢 哦 没谁 爸妈 我有点事出去一趟 你们吃饭就别等我了啊 我先走了 哎 奇怪了 她这是去咖啡厅跟谁约会啊 她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走 咱丁烧跟着看看去 嘿 哪有公公婆婆丁儿媳妇的烧的 那有啥啊 我跟你说 你别看这盈盈盈 平时拐桥老实 那电视剧里怎么说的 那 说这女人呢 她都是善变的动物 哎呀 怎么了 哎呀 你看她偷偷摸摸的 她不会去做什么对不起自强的事吧 哎呀 咱们自强可是老实人 不能让她给欺负了 哎呀 她要是真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强的事 我可不饶她 走走走 跟人去看看 走 走 哎 这位姑娘 你第一次来这儿啊 你是一个人吗 看着好面熟啊 好像哪个电影明星啊 你来喝咖啡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请你一块儿喝咖啡 那这位先生贵姓啊 怎么称呼 哦 我姓曾 叫曾自强 哦 姑娘贵姓 嗯 任盈盈 哦 任盈盈 多好听的名字 跟书里的名字一样 哦 小姐 你要是有空的话 不知道能不能赏光 跟我一块儿喝杯咖啡 嗯 好吧 看你这么有诚意 嗯 嗯 哇塞 这一招就把这么漂亮的女人 给搞定了 要我说啊 这个男人够幸运的 要我说呀 是那个女的太随便了 哼 就怪你 你搞这些鬼名套 让人家怎么看我 美得他们 天底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啊 你说我老婆 我费了久能二虎之力 才把你娶到家 我容易吗 啊 哟 觉得自己委屈了 什么叫委屈 我这叫 幸福 嗯 就是嘴天 走 哇塞 这速度也有点太快了吧 绝不比世界非人速度差 是不是 得好好学习啊 嗯 你也真是的 咱们跑出来喝咖啡 你是嫌自己钱多呀 这个很贵的 我知道这边很贵 但是偶尔来一下 浪漫一下也是应该的嘛 你有没有发觉 自从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整天待在家里面 跟这个斗 跟那个斗 跟你妈斗 跟外婆斗 跟你姐斗 我都快成阶级斗争专业户了 我告诉你 你有没有发觉我结婚以后 话变得很多 再这样下去 我都快变成女人了 老公我知道 你挺不容易的 偶尔 偶尔出来浪漫一下 也挺好的 那是 不过 你好像对这个浪漫 很熟门熟路啊 嗯 是不是惯犯啊 老实交代啊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我哪儿惯犯呢 我 偶尔浪漫一下嘛 你说 我在家里有这么漂亮的老婆了 我哪儿看别的女人呢 我看都不得看的 哎呀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是小雪出的主意 她说夫妻之间一定要调剂一下 要浪漫 这样两个人的感情才能 才能巩固 嘴巴倒是雪挺甜的 那是 好你个曾子强啊 我可是哪里当我亲女去对待 没想到你背着盈盈干这种事儿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行啊你 哎呀 哎呀 修不修啊 我说顶手的没错吧 你看 事实就在这摆着呢 你行了 你说这人吧 这平常 这装的 这越装 心里这阴谋就越大 我告诉你啊 这都快要当妈的人了 这都结婚了 上次要不是亲家母那事儿 她都要当妈了 你说她现在跟一个男的 这偷偷摸摸的 这成何体统啊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那盈盈那 那盈盈那人挺厚道的 她怎么可能 背着自强干这种事儿呢 你可别搞错了 这搞啥错呀 你看吧 你看 这还送花呢 哎呦 气死我了 我受不了了 不行我得说的 我今天得好好说的 别别别 你干什么 别别别 说你行了 盈盈 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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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母娘 爸妈 妈 你们 你们怎么都来了 也是来喝咖啡的吗 我这这 这我我 我还问你们呢 你们俩说回家吃饭 怎么跑这干什么来了 哦 我们 我们只是来 来喝个咖啡 那个 妈 这事不怪盈盈 我我出的搜主意 怪我 这当然怪你 盈盈大不了就是一个从犯 主摸就是你 你们两个真让我操心 结婚多长时间了 结婚这么长时间 说话就变成老夫老妻了 还还搞搞搞搞什么浪漫啊 家里还不够 还不够大吗 还浪漫不了 看看喝咖啡 这咖啡 就算是二十块钱一杯吧 你们俩往这一坐 这就 这就四十 我问服务员了 五十 五十 这么贵啊 妈 这只是我们 我们第一次来这儿 对我们 偶尔浪漫 偶尔 第一次 什么都不要说了 把这咖啡喝完 我在楼下的门口等你 我就跟你妈说嘛 盈盈怎么可能背着自强 跟别的男人约会呢 可你妈就不气 非得跟着 什么 你 妈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 这 关键时候你就推我了 这不 这不误会吗 误会 不是 不是 这什么叫误会啊 你再怀疑也不能怀疑 自己的儿媳妇 不是 搞什么你 你还说呢 就是怪你 不是 我 这幸亏是爸爸妈妈跟来了 要是没跟来 继续误会我 我就是跳江黄河 也会洗不清啊 行行行 都怪我都怪我 走吧回家 别在这儿待着了 走吧 走 行了行了回家吧回家吧 走 还误会什么呀 走走走拿东西 真鲜 真鲜 说得是呀青江河 可不吗 妈 外婆 玉萍 你们上哪儿去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呀 真香啊 没煲汤啊妈 您这是什么吃 糟了 怎么了 亲亲奶奶 您这连汤带肉 都给吃光了 我说亲家亲家母啊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也太抠门了点 这么好的炖补汤不让人喝 你说 这我年纪大了啊 这个补补正合适 咱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分那么轻干什么呀 不是她不合适 爸 妈 外婆她 为什么不能喝这个汤啊 就是啊 妈 你看你弄的 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一锅汤你小气什么呀 外婆 你喝了就喝了啊 我有你说的那么小气吗 怎么说话呢 别急别急啊 这汤啊 它是给自强滋补壮阳的 男人能喝 那女人不能喝 对啊 要命了 你怎么不早说啊 完了完了 我说了亲家奶奶 你给我不听吗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亲家 我给自强炖了一锅滋补壮阳的汤 亲家奶奶都喝差不多了 那个外婆 你喝了壮阳汤 你觉不觉得烧得慌 对啊 哪儿不舒服吗 我刚喝一碗 就觉得心口火烧火燎的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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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慢慢喝 慢慢喝嘛 外婆 咳死我了 咳死我了 菲菲 姑娘家庭有这么喝水的吗 咳死我了 是你们俩把这十圈大补汤都喝了 都怪外婆 我 那么贪吃 你不贪吃 那你吃干什么 你姑娘嘴馋了 她先吃了我才吃了 外婆你 对不起 对不起亲家奶奶 对不起亲家小姨子 你看豆冠我们两个没说清楚 是啊 出事了吧 不怪你们不怪你们 菲菲 说谁贪吃呢 现在谁口渴呀 谁抱着罐子喝水呢 妈 外婆 咱俩今天晚上铁定是睡不着觉了 我还好 我能多看几本书 反正我要考试了 看个书也不差 您呢 您要怎么解决呀 我呀 那还不简单 我打算唱唱山歌 蜻蜓歌喉 好 我年轻的时候啊 唱的山歌啊 不知道有多好听啊 妈 妈 你可千万别唱歌 唱的山歌星了 喂 您要是唱歌 今天一家子人都睡不了觉 外婆 妈 妈 哎 来